消息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晚间南下嘉义 替立委参选人蔡逸余站台 她喊出要让云家变成农业特区 让农民的生活更好 也承诺故宫南院等马政府跳票的 她当选后立刻做 南下三一替党院立委参选人站台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一现身 全场气氛沸腾 但似乎说26号总统买一种造势场子 发现破极炮事件 蔡英文一上台 警方赶紧冲到舞台警方戒备 维安超紧风 看到台下伤心如此热情 蔡英文也在台上开出支票 希望农业大事的民众 未来能有好日子过 我们重管执政 我们一定注入国家资源 让我们的云家变成 我们的农业客气来的合格 我们的农产品品质和技术 可以增进 我们的继续会更好 另外蔡英文也不忘通批 马政府2008年在嘉义开出的政策条票 故宫南院的发展 还有我们的布袋党的扩建 在台积2008年以后 马政府都没在给我们做 民进党再次胜 一定来做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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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侠子超高人气 蔡英文要发挥母鸡带小鸡 共同在总统立委之战 提出好成绩 于是新闻 郑榮文 嘉义报道 蔡英文要发挥母鸡带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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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